牡丹鹦鹦认不认主人这个问题呢 其实很好回答 牡丹鹦鹦对主人的辨识度是比较差的 它认主人 但是它对于主人的这个依赖度 并没有像其他像虎皮啊 或者金太像小太像这种鹦鹦 那么强的一个依赖性 但是在我个人遇到的一些鹦鹦病例中 它对于主人的依赖度还是有的 但是并不是特别的强烈 甚至说有的时候主人弄疼它了 或者说做一些违背它意愿的事情 它会攻击它的主人 所以说牡丹鹦鹦它会认主人 但是不会像其他鹦鹦一样 那么依赖主人 与主人有那么强的一个互动能力 同时牡丹鹦鹦它的饲养也非常简单 同时体型比较小 所以说深得大家的喜爱 在饲养的过程中 如果你想培养它与你的互动性 一定要做好一些适度的卫食 它如果特别喜欢吃某样东西的话 一定不要彻底的满足它 你通过这种食物来建立起 你们俩之间那种媒介 把一个互相熟悉的过程 通过食物来做一个友好的一个链接 从而达到一个宠物主人 和宠物之间增进感情的一个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